很難得在學校附近 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會有一條單車鏡 以前小時候 我自己都在這裡附近玩 我都到處踩單車 其實你生活在這個大埔區裡的居民 單車真是一個很實用的交通工具 因為學生的生活中 其實單車已經是他們一部份 前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方家俊 年紀之前和老師梁卓奇 為母校小學 合力籌辦一支 由小學生組成的單車隊 善用鄰近學校的環境之餘 還令學生由小極變得積極 叫做母校單車隊 有些是內向一點 還有我們叫怕死一點 這些都是我的目標對象 我覺得單車可能幫到它 幫到它提升它的勇氣 它的社交能力 但我成立這個單車隊 不是打算獲得很多獎 是一個活動給它們經歷 單車隊現在有十個成員 由小三到小六的學生都有 每個星期都會請單車聯會的教練來訓練 過去一年還參加過兩場公開賽 大部份的隊員都完成了賽事 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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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都主動不認識我 即是真的主動去問教練 我支持 就是經常幫人 做了隊長之後 幫那些小學生 推出單車 還有擺單車 我覺得隊長最大改變 因為他本身不是很理人 那些人 教練都盛讚他 很幫得受 每次幫隊員調教一下單車 檢查單車 他自己慢慢都覺得 自己在這間學校都有些價值 聰明與不聰明 成績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們興趣是最重要的 其實從最基本學起 教他們 尊重和禮儀 永遠都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有和隊友之間互相幫助 都要講禮儀 今個學年 單車隊再接再例 找了三項鐵人總會教練指導隊員跑步 升格做兩項鐵人單車隊 原則都不會變的 就是知情意行的活動概念 就是他們透過活動去成長的機會 有個同學仔和我分享 他最初連上車那一刻 將腳跨上去的動作 他很害怕 慢慢試多幾次就可以了 我問他 你會不會在你平時 譬如說生活上有任何的困難 你都覺得好像跨過單車一樣 一樣可以衝破到呢 他說他都覺得自己會有信心 與習近平常的不一樣 有點暴力喔 他每個人都想要來 在你平時都買不到 方便會想要來